这真的是抢生意抢到昏了头了 台中市的一家旅行社竟然在广告文宣当中 以免费体验抽大麻来招揽大学生到泰国毕业旅行 其中成大和中国医药大学的学生 轮流试抽一次是大麻的照片 还被业务员放上了部落格来宣传引起哗然 大学生实行安排国外毕业旅行 有旅行社竟然安排到泰国的七日游 其中出现了免费体验吸大麻无乐不作之旅 旅行社总经理急忙出面澄清 是业务员个人招揽生意的噱头 吸的也不是大麻 就模仿以前的所谓的一个鸦片清朝的时代 那个躺在类似所谓的一个吸大麻 然后拿了一个模型在那边 然后上面用的是香荫在那边抽 那么导游当地的一个导览人员 他们在介绍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他们说来来来看一下人家抽大麻烟 程大和中国医药大学都有学生参加行程 到泰国泰北文化村拍下壮丝吸大麻的照片 被po上网 校方赶紧进一步了解 外观看 看起来是紫烟 但是他们说没什么感觉 无法确定抽的是不是大麻 观光局方面也表示 如果查证属实可除旅行社15万元以下的罚环 重责废照 而且旅行社如果以大麻懒客也涉及引诱他人 试用毒品可处7年以下徒刑